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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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一起 一起 因為正經要說話 自由黨嗎 自由黨 等我 好 好 買 好 好 kup 你只是自己一枝 是 不如我們先拍照,好嗎? 好,我們先拍照,然後開始 我們先拍中間 好,我們看一看左邊,好嗎? 左邊,我們的左邊 好,我們的右邊 好,正中間 好,正中間 好,不如我們,是不是開始可以了? 好,我先說幾句,然後我會請各個黨派的代表發言 然後等一下,剛才是有份提問的同事 他們都會就他們自己的問題發言 各位市民,各位媒體的朋友 首先我要代表我們今天出席宣講會的議員 是感謝中央政府 他是派出一個高規格的宣講團來到香港 宣講十四五規劃 當中是向香港社會各界的人士 包括我們立法會是進行宣講 我覺得這次的宣講會是十分之別具意義的 因為以往中央也都有派很多不同的宣講團 是到香港,就著國家的一些政策 是講述他們的內容 和向香港市民說明 但是這次是第一次直接地面對我們立法會議員 是進行一個宣講 這個意義是非常之重大 我們希望日後中央的一些宣講政策 或者是座談會 都能夠讓我們立法會有機會參與 讓我們每一個立法會議員 都能夠更加掌握國家的政策 貼近國情 剛才的宣講會 其實效果是非常之好的 我相信我們每一位的議員 都已經是更加掌握十四五的機遇 更加清楚香港在雙循環格局之下的定位 今早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先生 他講了說香港是要認清國家發展規劃的要求 全面把握發展方向 我自己認為香港過去有一段時間 是集中了在政治的爭拗 忘記了發展這個主題 事實上今天這個會議 亦都是明確指出了 香港在融入雙循環 是要發揮橋樑扭帶的作用 要積極和內地是作出互動對接 達成粵港澳協同發展這個目標 由於宣講會內容是非常之豐富 在答問的環節裏面 我們只能夠有四位議員 是就著經濟、民生、金融、生物科技、航運 和一些維港政策 向中央的官員提出提問 當中中央的官員 亦都是非常之用心地去聆聽 亦都是作出了很詳細的回答 我相信這次這個宣講會 對我們立法會來說 是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每個議員都是收獲豐富 接下來我請每個黨派的代表 是講他們自己的感受 我請我請經文聯的代表 各位廚媒朋友 在國家中央政府的兩個重要舉措 即港版國安法的實施 和香港選舉制度的完善之後 其實第三步就是到我們香港 怎樣去掌握國家發展這個重大的機遇 所以今天國家十四五規劃的 這個宣講團來到立法會的講座 內容非常豐富很全面 我覺得亦都是給我們立法會議員 和香港各國的朋友 一些很清晰的政策 和措施和理念 讓我們怎樣去掌握 做好香港把握國家發展機遇 香港能夠推經濟為民生 其實現在是一個相當關鍵的事項 其實現在是一個相當關鍵的時候 我很同意 我們要自身努力 我們要自身努力 才能夠和內地的同業 內地的同行 優勢互補協同發展 作為立法會工程界代表 我亦都特別留意 有關香港的專業服務 無論是建築工程 無論是會計 律師 法律方面等等的專業 其實都有很大的發展機遇 有具體的政策措施 包括怎樣資格互認 甚至是一地三政等等 我想這一方面 還需要我們很多的努力 但當然 當前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這些政策措施 出財之後 怎樣具體掌握 都存在一個能否通關 讓我們真是去到大灣區 去到內地 是就這些具體問題 和內地的政府與同行 一起去商討落實 正如駱惠寧主任今早說的 他說 不進則退 慢進都是退 所以這個時間是相當重要 我亦都相信很多我們的同行 我們的市民 都希望能夠早日通關 讓我們能夠早日落實 這些對我們這麼有大作用的政策和措施 各位傳媒朋友 各位市民 我在這裡代表民建聯 再次多謝中央政府派出高規格的宣港團 讓香港市民更加全面掌握十四五規劃 給國家給香港帶來的機遇 大家見到宣港團 今天已經發揮到一個非常積極的作用 全社會的焦點都是在這個宣港內容 我用三句說話來總結 第一就是時間合適 香港現在是由亂進入治的時候 是建設的時候 是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 正如主港者多次都強調 發展才是解決香港問題的最重要核心 十四五規劃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正正是現在擺起面前的黃金機會 所以在這個時候來宣港 是一個非常合適的時候 第二 內容豐富 其實無論今早落主任 以至是剛才我們有的兩個小時左右的宣港 都是充分將國家十四五規劃的內容 很清楚地展現給香港市民各行各業看到 各行各業我相信會好好地再去深刻了解 認識十四五規劃的內容 特別是今次來立法會的內容 都將金融香港作為離岸人民幣中心 以至在科技創科方面的重點 是更具體清晰地突出 是被全港市民去思考的 我是認為這些內容 對於香港推動經濟發展 對於各行各業 是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 都有非常大的意義 第三個就是效果 非常明顯 因為大家都留意到 各位傳媒都廣泛報導 現在全港市民都關注這個議題 我相信 接下來我們會繼續去 用好立法會這個平台 和特區政府 和中央政府繼續溝通 讓香港找好這個機會 我代表民建聯 在宣廣會之後 亦都遞交了一封信 就著十四五規劃 表達了民建聯的一些意見 這些意見 稍後再跟各位媒介分享 亦都跟王主任提到 其實廣大市民都很希望去把握十四五規劃的機遇 但是關鍵就要做好通關 希望中央政府 以至全部其他省市的朋友 都支持香港可以盡快通關 我們當然要做好我們的工作 就讓我們的防疫抗疫 是讓到中央政府是放心的 我先講到這裏 請朱霖 我在這裏就代表 知六幾位獨立的議員 講一講我們出席了 今日的一個演講之後的一些感覺 首先非常感激中央政府 能夠派出一個高層的代表團 來跟我們整個香港解說十四五規劃 整體的理念、想法 以及一些很具體的措施 今次的演講會 有幾個主要的官員都介紹了 首先是法改委的官員 全面講了十四五規劃的整體的意念 以及很多很具體的內容 亦都分別有另外兩位官員 就是從金融方面和科技 怎樣去發展 亦都講了很多內容 事實上回顧十四五規劃 之前在過去十幾年 都曾經有十一五規劃 十二五規劃 以及十三五規劃 總體來說 我自己的感覺 都是覺得我們錯失了很多機會 不能夠好好把握的 這次十四五規劃 今天的主題就是 怎樣去把握好十四五規劃 這個難得的機遇 去融入國家的總體規劃 就是一個雙循環的格局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指明了我們往後的方向 亦都是他們親身來到立法會 第一次跟我們的議員 直接溝通 我覺得絕對是幫助到 往後立法會 在討論無論是香港政策 或者一些關乎到國家政策的時候 都可以讓大家更加重視 國家發展 和和香港的關係相互的影響 至於我們怎樣能夠把握好這個機遇呢 就很看我們自身的表現 就是一個方面 我們要非常關注國家的發展 要從很多方面去了解 另外一個內容那裏 幾位官員也指出了很多方面的一些機遇 比如說人民幣國際化 可能為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最能夠受惠的地方在哪裏呢 講得很長壽很具體 也講到未來 即是科技的發展 創新 香港可以扮演的角色 指出了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香港其實是擁有一定的條件 也都是和內地的發展 是有很強的互補性 所以我們一定要好好地把握 最後我只是用兩句話來總結 就是說十四五規劃是一個難得的機遇 如果我們再不把握好 就時不我遇 也都是這次難得的機遇 是機不可失 希望我們大家都一起能夠掌握得好 多謝大家 我代表新聞黨說幾句 我們新聞黨是堅決支持 也都希望香港是把握十四五的機遇 融入雙循環的格局 今天駱惠寧主任在《孫廣團》來的時候 也都是有幾個重點說出來 我們也是非常認同的 第一就是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是要提升香港自己的競爭的優勢 我們看到香港是有一個非常好好的競爭優勢 包括我們的法治 我們的專業服務團隊 我們的金融的機制 服務行業等等 其實都非常優勝 我們今天的宣講會 也都在這幾方面 給我們多些資訊 也都解釋到我們三個地方 包括在粵港澳三個地方 我們香港的優勢在哪裏 在深圳或者澳門的優勢在哪裏 也都希望可以取長保短 尤其是在科技方面 希望形成了一個非常完善的產業鏈 也都是希望促進香港和內地 一定要加強合作 希望在科技上面可以帶動我們民生的發展 第二第三樣就是有關於 我們香港是世界最自由的經濟體 無論是法治和營商環境的優勢 也都是靠著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 這些也都是其他地方無可比的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承住 我們香港的專業服務的優勝之處 可以帶出進入我們的雙循環 也都是做好我們的國內的大循環 對於法律方面 我自己也都參與了今屆的2021年的 粵港澳大灣區的律師執業史 希望用我自己自身的力量 和我們650多位的香港的律師和大律師 可以進入大灣區 也都可以希望將這個成功的要點 可以帶回香港的同業和其他青年人 其實最重要的是我們要用自己的經驗 告訴他們怎樣去進入大灣區 我覺得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怎樣去將自己的成功經驗帶出來 所以最後一句 我們希望利用我們自己的新聞黨 我們自己的優勢 我們自己服務的專業團體 都希望可以將融入大灣區的概念 帶入香港 是要講的 謝謝 那榮會呢 是 根本會呢 跟著要講 自由黨 沒有這樣講 是 要講完小人 所以我很快就講 第一 關於十四五區 對於香港的重要性 香港未來發展的重要性 以及香港怎樣可以融入 更好地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 怎樣認識十四五區的內容 這個剛才我們的那麼多位同事 已經很詳細地講 作為官聯會 我特別是高興聽到 剛才胡思長有提到的 關於在我們的人緣 怎樣融入去國家 如果我們要去參加一些考試的時候 怎樣拿到一些專業認證 講過一史三證這個問題 也是看到得到國家的重視 我們期望這個是可以 繼續這樣去做好和發展好 包括其實我想最重要 今天一個這麼高規格的 宣港團來到立法會 我覺得其實最重要的 就是一個意義 大家可能都會記得 在這個立法會 其實應該都是第一次 有國家的宣港團 有國家的官員 來到中央政府的官員 來立法會 向立法會議員 去介紹國家的政策 其實就正正是體現了 在一國兩制底下 特區的立法機關 其實跟我們中央的各個部門 都是需要保持這樣的良性 合作的關係 有中央的官員 來向立法會去介紹 國家的政策 令到立法會議員 可以更好地去執行我們的工作 其實正如剛才黃劉權主任 副主任他在開場發言的時候 他講了四個字 我是印象特別深刻 就是他希望立法會日後 能夠立足本職 事實上立法會議員的工作 就是要做好協助特區政府去施政 督促特區政府去依法施政 亦都要做好立法的工作 和解決香港的問題 我希望在現在 我們立法會能夠有一個新的形勢 既有中央官員 來向我們去介紹國家的政策 令到我們更加掌握 亦都更好地在香港做好我們的工作 希望大家用這個 我們這麽好的關係 和一個這麽好的形勢下 我們期望香港其他的問題 都能夠逐步迎刃而解 讓我們的市民 是可以在香港 這個城市裏面 安居樂業的 也都希望這些互動 良性互動的關係 能夠繼續保持 並且有日後有機會的時候 也都希望中央官員 是能夠更多來立法會參與我們的會議 或者向我們去講解 多謝 首先就是我們是很高興 中央親自來到立法會 去講解十四五規劃 首先就是形式和內容 我們都是感到非常鼓舞的 形式就是這次第一次 就是中央的官員 來探訪立法會 我們作為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會議員 是直接和他們可以交流意見 在內容上 我就數過這麽多的港者和官員 加起來 起碼是講過超過三十次支持香港 這個是和香港打了一支很強的強心針 特別是在一帶一路 他是多次提到 尤其是中國人民銀行的代表所長 他說就是在一帶一路 香港的角色其實就不需要問國家 是不言而喻 就是說我們有不可取代的角色 無論是在金融、在立法 特別是在數碼、貨幣那裡 看到香港是有一個很重要的 離岸人民幣發展的角色 所以我們一路過去幾年 因為香港就政治的擾讓很久 你看到中央帶來的訊息就是寄予厚望 希望香港對國家的發展 和我們自身的發展 都不要再錯過這次重大的機會 所以我自己就特別高興他提到 當然我想所有專業人士都看到 他說是一史三地可以通 這個大家是非常之期待 第二他特別提到在法律上 尤其是在數碼人民幣那方面 我相信他特別加強 我覺得我們在香港這方面 應該是加緊努力的 最後我覺得他們很希望跟香港年輕人講 而我亦都很希望跟香港的年輕人講 在創科創業上是千里之行 始於足下 如果我們是年輕三十年 現在在面前的機會 根本就機不可失 應該勇於走出第一步 多謝大家 謝謝 阿廷 我就不阻礙大家這麼多時間 在中央最初推出十四應規劃 雙循環各方面的時候 我相信大家很多時候 都不太理解十四應規劃的內容是什麼 今次中央、港澳辦、法國會、 中國人民銀行有很多主要的官員來到 很詳細地解釋給我們聽 十四應規劃對香港的重要性 或者未來我們如何發展 當然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黃柳權副主任有講過 香港錯失很多機會 浪費了很多時間 我們趁這個機會 就快馬加變 要去做好 十四應規劃應該是今年開始 但是今年已經過了八個月 我相信未來這幾個月都很難通關 我本來有一個問題 就希望和黃柳權副主任提及的就是 如果我們要快馬加變 如果我們爭取時間的話 可否和特區政府商量如何通關 可不可以先讓中央政府認定香港 香港幾個中心 金融中心、航運中心、貿易中心 文化藝術中心、創科中心、法律中心 在這幾個中心裏面的專業人士 先讓我們可以去回內地去發展 或者準備這個十四應規劃 大灣區、雙循環各方面 商界已經準備好去投資 香港的商界甚至海外外地的商界 都認為未來的市場都在中國裏面 但是內行我們未能通關去宅外 所以我就稍後再會和各辦的官員 特區政府、特首各方面 可不可以先讓正確提及各方面的中心裏面的專才 先通關 令到我們不要再錯失這個機會 多謝大家 張國軍議員 他是剛才其中一位發言的議員 好 各位傳媒朋友 剛才很開心 有機會可以直接向我們今次的宣講團提問 今天我提問的問題 其實是跟生物科技發展有關 也是一些很具體、很技術性的 一些有關政策的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想在過去我們作為立法會議員 是很難得有一個機會平台 讓我們立法會議員 是可以直接 是可以向到我們的中央的官員 提問有關一些國家的政策 特別是跟我們香港息息相關的一些問題 今天提供了很好的機會 而其實另一方面 其實今天這次的宣講團來到立法會 我認為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 讓我們每一位的立法會議員 去掌握有關這次十四五規劃的具體內容 不單止對於今天的提問 我相信在接下來 對於我們每一位立法會議員 在香港我們特區立法會的工作 是能夠多些掌握這方面國家的政策 怎樣在立法會的層面裏面去推動 我們十四五規劃的政策 從而令到我們香港在未來 可以有一個騰飛的發展 我想這一點是今天最重要的意義 我想我就不花太多時間了 好嗎 或者看看媒體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想中央政府的官員來到立法會 向立法會議員和立法會整體去宣傳和解釋 中央的政策 這是無可厚非 也是我們很多立法會議員的期望 正如大家都看到 在十四五規劃的議題上面 我們的議員都提了不少的意見 也就此提了三至四次的動議辯論 可以見到其實我們的議員是非常關注這個議題 而這個議題並不僅是關於立法會時 是關於香港整個發展 我們的經濟如何再起飛 所以中央政府的官員向議員去宣講 或者是解釋中央的政策 我們覺得這個做法並無不妥 也都不影響目前大家所關注 或者你剛才所說的行政立法的關係 我可以補充一下 我認為這個變化是變得健康 是變得更加積極的 過去大家知道 立法會是一個表演抗爭的平台 因為長期拉布極端的力量 勤結了立法會 令到凡系討論和內地和國家融合的議題 都會被妖魔化 中央官員也都不是太多 我認為現在又亂入治的時候 是正正是需要有更多的交流和接觸 特別大家都知道 接下來香港的發展 是極需要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更好地把壓十四五規劃 更好地把壓十四五規劃 可以推進進行方法 既然香港的融合交流产业的交流产业的交流产业 也有很多问题 首先我想要重新重新的交流产业 香港是一部分的中国 Hong Kong's future development depends on how we integrate into the whole development of our nation and this 14-5 plan is already announced and it is so important for Hong Kong and other parts of the cities in our nation to work together, to grow together that is the first thing The second thing is rubber stamp, I do not agree at all of your description You know, having this type of stamina, of course, will not make, let's quote, a rubber stamp, right? And also this 14-5 plan is already announc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e, as a legislator, if you have time to take notice of what we have done we have raised a lot of motion to ask and urge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and also to urge different sector to think big and see how we can make use of this plan to improve Hong Kong economy Therefore, I think this, as I've mentioned and answer the other question I think this is good for the Hong Kong society as a whole and good for the Hong Kong society, especially in this new era How do you think about the stamina? Is there too little time for the exchange? And then with this arrangement, Senate President or even a new normal that you guys are expecting Beijing officials to speak more openly and is it a healthy practice as you have mentioned? Too short, I think, always too short Only four of us can raise questions, right? I have a lot of questions in my mind But of course, they have a good arrangement They have already suggested we can put forward written questions I think every seminar or every presentation may face this time constraint That is the first thing The second thing is, I'm looking forward for more similar type of seminar to be carried out in Hong Kong and also in Legislative Council because we all know that it is important for the Hong Kong society to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Yes, we didn't have enough time for discussion so we should have this kind of discussion more often And it is very ridiculous to say that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will become a rubber stamp when officials from central government come to brief us on national policies Don't you think that we should know more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our nation and the policies of our nation So I think it is very ridiculous to say that the LegCo becomes a rubber stamp And in fact, this is a good change and we should have more of this kind of exchange wi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officials Let's leave the table for the大主席 Okay, okay, alright? Thank you very much